身为警察的杀人凶手在警局的审讯室内对约翰举起了枪 庆幸的是在他开枪的前一秒 另一个警员走了进来 约翰赶紧呼救的同时 凶手却也掏出了他的警员证 这让疑惑的警员只好将凶手拉出去问询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咖啡馆里 老黑还在纠结如何将约翰是杀人犯的消息告知他妻子时 却意外看到了身后电视里的棒球比赛 在见到比赛赛况与结果都跟约翰说的一字不差 老黑难以置信的同时 危机中的约翰也决定自救 他利用自身消防员的专业知识一把扯下了墙上的电线 将一端绑在铁网上后 紧接着又将另一头绑在了门把手上 最后更是在门口倒上两杯水 所以当凶手再次推门而入室 约翰第一时间就将电线扔在了凶手脚下 只是一瞬间 剧烈的电流就直接将凶手电倒在地 而他又成功触发了房间内的活警警报 在警局一片混乱的同时 他也利用档案带的伪装从容地逃了出去